好 看年第一天总要吃点好的 不过很多人上菜市场满菜的时候 就发现哇 现在海鲜好贵 没错 尤其是这个花枝呢 大缺货 一长长了快两成 主要是现在渔民很多出海几乎补不到花枝 很多餐厅也不卖了 另外呢 像是小卷软丝 还有虱目鱼也一样 几乎通通长了快三成 又北又大的炒花枝羹 看起来超美味 冒着热乎乎的白气 最适合在冬天来上一晚 但有些餐厅却已经吃不到花枝 因为最近花枝缺货 缺很大 专卖花枝羹的老板娘 年初花枝竞价 一斤要130到140元 年底却已经涨到160到170元一斤 涨幅接近两成 但涨的还不只是花枝 夜市切小菜 很多人喜欢来一盘鲨鱼腌 但爱吃的饕客应该有发现 这盘小菜的身价越来越惊人 手掌大小的分量就要价近百元 小吃店老板坦承 已经涨到hold不住了 我是去年年初就涨了 涨多少 涨30块 今年有压力还会再涨吗 应该会吧 鲨鱼腌年初卖130到140元一斤 现在要卖到170到180一斤 由于产量减少 其实不少海鲜都悄悄涨价 被出海补回来的小卷软丝丝木鱼 统统都涨2到3成 看来以后在小吃摊想尝尝海味 恐怕价格越来越高不可攀 今天新闻 薛小沛林冬明台北报道